主席 院長 副院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長官 我們通常在來找 我要講的是 活路外交與國會外交 顧您私意啦 活路外交就是不要去鑽使胡同 不要去做一些無謂的浪費 目前我們政府的政策已經定得很清楚 目前也做得很不錯 那就是在我們目前先要穩定我們基有的邦交國 然後再針對這些民生跟經濟有利的議題 而且是非政治的議題 我們去華為 很明顯的我們去年看到WHA的成功 在這個活路外交上也加了一筆 那麼現在聯絡國正在開會 那麼聯絡國過去十幾年來 我們也都提出所謂的自然案或者是緩聯案 甚至於可能的超包在哈瑪邵廣廠已經喊了十幾年了 那我一直講說這個是狗會火車沒有什麼作用 那麼今年呢 我們稍微有點改變 是針對其他的議題 譬如說IMF啦 或是其他一些機構 我們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那至於所謂什麼叫做國會外交呢 當然國會外交也需要我們外交部的幫忙 去年我們院長所率領的國會訪問團在歐洲 也達到了英國跟愛爾蘭VWP的所謂的免簽證的這個同意 所以兩方面互惠 那麼今年我們也到了美國訪問 跟這些國會議員跟智庫大家一起研討 那麼至於美國的VWP呢 因為在911之後 他們實行成立了一個國土安全部 所以第一關就是先由國土安全來把關 那麼第一個就送到一個參議員 就是在加州舊金山寺的幻視團參議員那邊 那第一關就被打掉了 那在這個地方建議外交部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可以透過當地的華僑 在跟這位議員有所交往 譬如說他的參會或者是他的選民服務的時候 跟他提出來 讓他能對這個問題加以重視 那麼我們也可以從今年四月份 我們政府院長帶領的國會訪問團參加台商在印尼的活動 我們現任的外交部長呢 當時也在印尼也幫了很多忙 我們也跟當地的國會議員做了很多的交換 那麼今年我們又到華國 芬蘭、挪威跟他們的國會議員也做過很多的交換 從這些交流裡面我們可以發覺 國會議員他們生計民意 他在政府裡面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如果我們國會議員跟他們的國會議員有所交流的話 對我們的外交會有所幫忙 謝謝